一百多头水牛集体离家出走 隐藏其背后的原因让全村人都是痛哭流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级咱们讲到四川一个农村的水牛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村民出动寻找卫国 便怀疑是养牛人王天国坚守自盗 被逼无奈之下只能报警处理 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了 根本没有偷牛人 王天国此时是恍然大悟 知道牛群去了哪里 如果你也想了解完整内容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上级精彩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接着聊 王天国一拍脑门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当即表示 这些牛可能是在五公里外的江边上 众人一听此话 立刻向江边赶去 结果一看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只见波涛汹涌的江中 这一百多头水牛浩浩荡荡 相互簇拥地朝江中心小岛游去 王天国在牛群当中 努力寻找自己二黑的摄影 最后竟然在队伍最前头发现了二黑 之所以二黑会像领导者一样 带领着牛群一家出走 还要从多年前说起 当时王天国儿子知道二黑身上有牛宝 就打算高价卖出 却被王天国一口回绝了 虽然王天国心中是百般不舍 但也知道二黑体内的牛宝是一日不取 就会遭人惦记 于是在兽医的建议之下 二黑很少吃当地的草 而是吃湖中心小岛上的草 这里的草营养丰富 更有利于二黑的健康成长 可后来王天国有病了 儿子接替每天带二黑去小岛的重任 司主成吉的二黑便在深夜撞开了牛圈门 带着一百多头水牛去小岛上寻找主人 看到这儿不得不说 动物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纯粹 你有没有被二黑对主人的感情所感动呢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